真正的修行 阿迪亚相提访谈 阿米问 你不担心人们会昏昏沉沉 无所事事 而不是在坐禅吗 阿迪亚回答 我不担心 在这个方面 我感觉我跟很多老师不一样 我从不把自己 看成是某个学校里的老师 或某个人的家长 我在这里 是跟那些真正 认真对待开悟的人讲话 如果他们没有那种认真 那么他们就是跟错了人 因为我不打算交给他们认真 我不打算耗费很多能量 试图让他们装作很认真的样子 我知道那些事情 在很多修行传统中 老师总想试着使学生变得认真 我并不是说那有什么错 只是对我而言 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 我的态度是 如果你是认真的 那么你的认真 将会成为你生活中 真正巨大的推动力量 如果你不认真 那么所有姿势 所有这个和那个 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效果 所以 如果你想要坐在草坪的椅子上 整天望着天上的云朵 那是你的事情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那是你想要做的 那么你就会那样做 如果你问我 我不会假装说 那是认真的 我不会假装说 那样会导向开悟 但是我不去改变 人们想要的 我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想要真相 那么我们可以谈一谈 认真与否 完全取决于你 而非我 它跟你有关 你会因为 你自己的认真程度 而臣服 如果你具备认真的态度 很好 如果你不具备 我不打算来拯救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真的不做 照看小孩的事情 吓你 认真是一个 人 我真的不做 適合你 您会適合你 我发现 那是日子 有机密的 你 fent